謝謝各位高雄廠的同仁 你們一定相當的辛苦 還有各位女士輝先生 今天是很榮幸能夠到這個場地 來講蔬菜產業的發展 人家都知道在台灣 沒有人願意排在李銘教授後面講 不過我的年紀跟李教授比較接近 而且我想蔬菜跟花卉產業也有點虛空 所以比較沒有這個孤立 事實上跟李教授一樣 我拿到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也彈簧了相當一陣子 熱帶蔬菜產業的發展 題目上面本來還有那個興趣事 因為熱帶蔬菜這個字很普通 但是我不知道在各位心目中 到底熱帶蔬菜是什麼東西 那英文也是有tropical vegetable 那所以到底熱帶蔬菜定義上面 我們是以緯度來分呢 說北緯30度到南緯30度 調研得獎應該是 因為這個也是外國配合他們的定義 我是認為應該在26度 假如說26度以內 範圍內 我們摘成的蔬菜都在熱帶蔬菜 還是要以溫度 就是說起源中 因屬於熱帶 起源的作物 蔬菜我們把它叫熱帶蔬菜 那當然在我們台灣 我們還有一個很特殊的名字 我們叫夏季蔬菜 冬季蔬菜 夏季蔬菜我們知道 五月到十月生成的蔬菜 所以 因為 在這裡面熱帶蔬菜 你說我們這個熱帶地區 我們種的蔬菜 也有恩帶起源的 也有熱帶起源的 所以 講這個熱帶蔬菜 我是覺得 令我有點疼悔 不過 我是想說 尤其大家會認定 我們是在熱帶地區的國家 他們所生產的蔬菜 在我的內容主題 我也是把它定義在 我們熱帶地區 尤其是 我們跟我們接觸最多的 當然就是 東南亞熱帶地區國家 那他們主要蔬菜的產業的發展 研究 來作為 今天內容的主題 所以這樣子的話 我們知道 熱帶蔬菜 它的特性 可能 原產熱帶有熱帶地區 那在這個地區 在氣候上 最大的就是 周年溫度的變化 比較大 那平均溫度 在18到30度 C下面 它可以生長得很好 它這一些種類的蔬菜 大部分都是以食用 成熟或未成熟的果實 還有一些水神的蔬菜 還有其他食用 果實 讓我們知道 蔬菜跟精液發果實 因為 在我們蔬菜圈的教科書上面 是有這個名詞 軟劑蔬菜 那到底這些軟劑蔬菜 可能就是比較熱帶地區 起源的 那我們知道 主要有一些瓜類的蔬菜 豆類的 茄苛的 以及一些雜類 這些普通的 蔬菜等等 那 假如是我們 冷涼劑 比較溫帶 地區蔬菜 包括 其他科的 一些蔬菜種類 還有 也有一些切割 因為實際上 有一些本來是 在熱帶引進到 這個 蔬菜地區 包括 蔬科的 那 豆類的 還有一些 也是有一些 這些種類 也是我們蠻常見到的 這些種類 這是 我們蔬菜圈 教科書上面 所教的 這個 可是 在我們 熱帶地區 國家 我們吃很多種類 在 整個 蔬菜地區 國家 他們是 比較 不了解的 比如說 我們到東南亞去 你看 我們吃很多 這是香蕉的花去 他們拿來做沙拉 做 甚至 那這是 異種 像 南瓜 這是在東南亞地區 國家都非常普遍 它從吃果實 吃它的花 到吃花的嫩燒 那 芋頭 吃它的 葉餅 跟這些 那 像 木瓜 青木瓜 青木瓜 我們 它也是做沙拉 也就是主食 我知道在高文地區 我們知道 像青木瓜 聽說對女士們 這個 還相當 有美容的效果 它也是 吃 有食 吃 它的嫩燒 對 像在越南 它把這個 朝鮮籍 它叫做百合茶 它把它拆乾籍 聽說這個 也是對保健相當有效 還有一些雜七大化 或者一些 相處 相處性素材 我們也可以看到 吃藥蔥 也是蠻普遍的 一些瓜 瓜 這是 越南市場上面 我們也可以看到 在餐餐上面 它們賣了一些 食材的種類 我們稍微了解一下 在亞洲地區國家 這個耕地面積和人口 我們台灣 人口 2300萬 這是因為這裡 可是我們平均 我們平均每人可以 配到的耕地面積是只有0.04 那在亞洲地區國家 反而是以中國大得最大 是0.12 其次是高免的0.4 因為按照資料上面 假如這個國家 人均耕地面積 超過0.8以上 那麼這個國家一定是 糧食外銷的國家 一定是生產 夠多的糧食面積 那在鑑於0.4到0.8 中間的國家 你可以自給自足 那甚至也有部分 是可以外銷的 那通常一般認為 在0.4以下的國家一定是 糧食必須要進口的一個國家 所以我們知道台灣 是相當大的 那一般來講 我們也可以看到 在中南亞地區 國標市場人群 不是屬於地小人群的國家 那我們看蔬菜面積 在中南亞地區 占耕地面積 占耕地面積的比例的時候 我們台灣 我們耕地面積 八十幾萬公頃 我們素菜面積 有22萬公頃 所以我們差不多占到 20%左右 可是在整個國家 這些國家 除了南韓 台灣 日本 是八十幾萬 比較高以外 幾乎可以看到 我們在中南亞地區 這些國家都相當相當的偏低 那尤其是馬來西亞 幾乎只有0.36 事實上 馬來西亞這個國家 是蠻特殊的 他們國家的政策 就是以發展這個plantation crop 包括橡膠 中原油這些 那他們 甚至他們包括水稻 他們都 國家都定在百分之七十的 至極自主 所以 所以像這些 比較偏低的國家 就會有兩種可能 一個他必須要進口蔬菜 另外一個就是說 他人民吃的蔬菜的量 可能就相當的少 在越南 可能算是還算比較高的 所以 韓國 他相當重視 他是這幾年利用塑膠部的應用 所以他們有一個名詞 叫做白色革命 White Revolution 那他們也最自豪的就是 他們認為他們現在的蔬菜 已經可以自主 那這個是 我們可以看到 當然 面積少 它產量高 當然 人均的 生產量也會比較高 我們這裡稍微看幾個作物 比如說 茄苛的 我們可以看到 日本 番茄 它的單位面積產量 跟韓國 是相當的高 台灣比較起來 還算低的 可是 我們也了解 台灣 像番茄 單位面積低 是因為我們把 番茄的產量 也平均算下去 所以是比較便宜一點 那像 茄苛的 茄子 日本 還是最高的 我們其他 東南亞國家的 一些蔬菜產量 大概都比較低 那這個 番茄 日本也是 也是最高 韓國 是相當的低 可是因為 韓國它的番茄 事實上 就是辣椒 那所以它 因為辣椒 怎麼樣 我們已經是 所以在這些數字 有些 像番茄文 大 小番茄這些 那 尤其是瓜 瓜果類 日本 當然 在我們有這種 因為 就是說 是特別的高 那他們 高的原因 主要是因為 他們是在 設施裡面的生產 這是溫帶 不過一般 主要是指出 我們在東南亞地區 國家 在大部分的作物 單位面積產量 都比較偏低 那這 也顯示 當然 可能是品種的問題 可能是栽培技術的問題 那麼 在這一張表 我們可以看到 從1995到2001年 蔬菜 含量的變化 從 遼國 大概是增加最多的 從87千公噸 一直到 那緬甸 也增加了蠻多 有蠻多國家 大概是持平 甚至有一些國家 會在減少 我想我們台灣 蔬菜的 這種產量 一定是朝下降的趨勢 我們說 99年底 已經可以看到 是相當明顯 那 越南還是屬於增加的 那泰國 可能也會 再減少 那新加坡 我們知道 它只有 那些產量 是天津的 整個產量 這是人均生產量 平均 所以人口以後 我們可以看到 剛剛講的 有很多國家 是 像 遼國 它是增加的蠻多的 像 緬甸 也是增加的 那 有一些國家 可能 變化 並不大 那 這個數字 我主要要指出來 就是說 假如 一個國家 它平均產量 在70公斤 以下 的時候 啊 因為 在 亞洲地區國家 蔬菜 是提供 我們人體營養 主要的 來源之一 所以在 70公斤以下 不是要淨果蔬菜 就是它 可能 一般人人的營養 可能會比較重 那我們台灣 我們是 這 是 比較 在比較起來 比方說 地區國家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幾乎是 他們的 倍速 所以 在熱帶地區 這些國家 它 栽培蔬菜 主要的特色 它 極空作為 營養的主要來源 那 它 自給自足 為目標 那 那 有的 農民 它可以增加 為了增加收入 它自行生產 販運 銷售 那 一般蔬菜 大概都是在都市周邊的農戶 有比較大面積 或者是專業的災害 那 我們到 這些東南亞地區國家 可以看到 他們地方品種 鄉土蔬菜 是非常非常的豐富 我們到蔡司長 去看的時候 有蠻多種類的蔬菜 事實上 都不容易叫出它的名稱 那這裡也可以看到 這是他們吃的 像 這是 因為 越南我去的吃素是最多 所以我們都知道 都是以越南作為例子來做 這是他們最主要的主食 他們吃這個米粉 或者是麵的時候 他們都加相當多的蔬菜 這也是 他們吃火鍋的時候 蔬菜的種類 以及一般 在市場 像這個 這個就是香蕉花 他們也是 對 蔬菜 我們可以看到 大概都自己生產 然後挑個單子 或者是 在市場上面 都是以自家生產的蔬菜 為主 那這些熱帶地區國家 他們在蔬菜栽培上 我們可以歸納最主要的限制因素 事實上這些是 所謂聽到 他們的國家報告裡面 它主要是受到季節性差異 它缺乏牛羊品種 它缺乏種子 俗藏設施 它生產技術落後 病傷害群眾 還有天災 那 彩獲的損耗 分析不足 未有四大銷售的通路 非同體系不足 所以 所以 他們 以糧食作為主 所以 提到蔬菜 我們可以看到 西部可以指出來的缺點 都可以把它列上去 這 不是我把它整理的 這是 我只是把它翻成中文 所以 所以 可以看到 這是它的國家報告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它一年進口 這些那麼多量的蔬菜 Radish 它進口 這是十二萬公斤的種子 那一公斤是五塊錢 洋蔥 Ocrime 這些 西瓜 我們也可以看到 它們進口 這是 Hybrid F1 這個是OP 價格是相差了十倍 Cabbage 花菜 番茄 比較特殊一點 就是說 像番茄 它主要以OP為主 而且認為 一代雜膠品種價不太多 但是 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鏡頭的量 這是鏡頭的量 那 胡瓜也是 OP 的 三千公斤 這個 F1 才十五公斤 F1 一公斤要一百塊 OP 才五塊錢 所以 他們 民營政府 它自己品種 大概 所以 這些國家 它也有 一百多種的蔬菜 可是 它 國家裡面 差不多 經費不足 所以 它能夠從事 研究蔬菜的種類並不多 而且 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裡 它列為第一優先的 要研究的蔬菜種類 種類 大概 只有 十幾種 十一、二種 從番茄 和番茄 這個是 雀豆 胡瓜 茄子 第二優先的 第三優先的 所以 大概 國家的經費 能夠做蔬菜研究的種類 大概 只有二十 出頭 它 總共 一公列二十四種 而且分成第一優先 第二優先 第三優先 所以 從事蔬菜研究 是相當的 經費 是相當的不夠 要有很大的進步 至少 也不太可能 所以 這大概是 目前一般 他們在 一種 擺量 這些 在蔬菜 裡面 就有些 目前的缺點 在東南亞地區國家 我想 這是 越南政府給我的資料 其實最重要 我們常常去理由 我們常常去吃 也許 可是 假如 在這些國家 最重要 就是一個 農藥的不當實驗 農藥的不當實驗 而且 他們在河內 這是政府分析的資料 分析 街菜 菜 菜 柑 柑 185件 農藥殘毒過高的 可以達到 55% 甚至 有的 超過國家標準量 50到100倍的 都相當高 他們 我們去調查的時候 他可以把 四種到五種的農藥 一起混下來 一起用 到底是什麼病 他們也不知道 這些農藥是幹什麼 他們也不知道 這是在胡志明市的 我們也可以看到 他調查這些種類 降品數 200多件裡面 不合格率 是達到57% 我相信 實際上的資料 像這個 這是 蔬菜裡面 它的重金屬的含量 這個 裡面 像胡瓜 幾乎 都超過標準量 像 胡瓜 大概是其中 最明顯的 甚至 人家說 叫我去院 連空心菜都不能吃 連空心菜都不能吃 今天它的空心菜 重金屬跟污染 這是他們 包裝法式都自己 承認的 所以 可以看到 他們標準量是 0.02 它可以達到 1.9到3.2 這個超過的含量 在 產品裡面 那 甚至 因為農藥的不當使用 它對環境的污染 和那個周邊 它分析土壤的樣品 百分之75 含有農藥的污染 它在水樣品裡面 百分之64 50個藥品 百分之64 就含有這些 在東南亞熱帶地區 這些國家裡面 尤其這幾年來 我想 移民人數是相當多 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移民到美國的 從東南亞移民到美國的人 在亞洲移民人口 1900年才104千 到了1990年 已經達到700多萬 佔美國人口的3.1 最主要是1970年代 從台灣、印度、韓國、日本 到了2002年 已經達到4.1 可是 移民人口的影響 就是我們吃的東南蔬菜 綠色蔬菜 分調方式 蔬菜油以及飲料 我想用這張 這是我們亞洲人吃的蔬菜 每天都會用蔬菜油 水果蔬菜以及麵粉類 但這些大概是每週一次 肉大概是平均五個月使用的 因為他們對東南人很好奇 為什麼東南人都吃的那麼瘦 而且也很健康 所以這袋蔬菜又加上移民人口 所以他在美國最近是 研究開始相當的重視 而且為了滿足國內的市場需求 他認為出國的機會也很大 而且他認為亞洲蔬菜種類裡面 尤其是鄉主蔬菜和中草量 都可以用在日常 對人體健康具有保障 所以我們移民人口已經把 美國歐美這些亞洲飲食融入西方飲食 他素食人口的增加 所以他對這些東方熱帶蔬菜的種類 美國也開始研究 可是他幾乎也是從頭 他進行種源收集 進行栽培資料才收保生源 然後他希望能夠歪效 他認為最主要是 我們這些吃的蔬菜裡面 可能含有很多 我們可以利用生物科技 作為保健食品 這一部分他們認為有幾十億 甚至上百億美金的 我們在東南亞地區國家 在蔬菜的研究 主要是家庭園藝提供人體一百分 雅蘇曾經做過相當廣泛的 短期夜菜的收集 臺灣農事所曾經主持過 夏季夜菜的蔬菜聖誕百進 以及希望能夠提供農民物料 因為栽培管理技術的 所以還是要人才培訓 以及提升他的運銷 我們可以看到在越南 以這個做例子 他人均消費量 7萬能從63提供到85 栽培面積從42萬提高到55萬 事實上 越南栽培面積 他有700多萬的栽培面積 可是蔬菜只佔了15萬 這是他21年 他產量從7到26 總產量要4.9到11萬 我們也可以看到 這是以越南的資料 他90年蔬菜佔面積百分之4.7 希望能夠提升到百分之5.32 這是他發展蔬菜的總類 葉菜類、果菜類、競菜類 以及種種類 我們可以看到 事實上他進步的很快 從1994年 這是他外銷的 從7100萬 以及到2億 4800萬 他主要外銷 國家裡面 我們台灣目前進口 也相當多 事實上 我想說 在亞洲地區國家 栽培熱帶蔬菜準備很多 可是 經多年實用 還沒有被機擠開 可是近來 移民及文化交流 比較受重視 尤其是對 含有營養價值與成分 人體保健工作 希望藉生物科技發展 和醫療 他應該有極大的大力強 比如說 他們最近研究 像 這個 泰國人最喜歡吃的 中央素 就是蒜湯 他知道 他好像有三種成分 他就可以防滋味 所以 他們現在 利用生物 最主要分析 我們中央來食用 這些 蔬菜的種類 是含有的生物 鹼 以及的一些成分 對於 我們抗氧的發起 對於我們的保健 對抑制 癌症的效果 所以 他們認為 是具有相當大的潛力 我想時間很快 我就做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張老師 我們把握時間 請大家 提出問題 最後也沒有什麼問題 要 我想請教一下張老師 我剛才那個 越南的那個 榮耀前面 不合格比例 是滿怕人的 好像是57 55 老師你那邊有沒有其他國家 比如說 泰國 從東南亞國家的 農業前面 適合的理由 有沒有很多素質 我想現在很多國人 都會 究竟東南亞那邊 會堅塘去 所以農業有長期 不知道為什麼 是不是跟那個 氣候有關係 他們有沒有在推動 類似我們的 有機單位 盡量少用農藥 少用化水藥 之類的有沒有 東南亞這些國家 相當的 相當的 嚴重 我記得 大概在五年前 泰國農民 就是為了這個農藥的問題 那因為消費者的問題 就是要上街遊行 所以 事實上這些 有些國家他願意提供 有些國家 是不太 願意公佈這個 那我記得 是去年 我跟余國經理所長 去了越南 回來之後 我們的農藥商 就非常非常大的興趣 事實上 像這些東南亞地區 像越南 為什麼這樣嚴重 因為 它跟中國大陸 農藥的走私 非常非常的嚴重 所以它農藥很便宜 那 然後又沒有正確的 這個病 病人員來指導 所以 太農藥的都不知道 要治什麼病 那要治什麼病 他也要知道 所以他一種用不好 他就養種棍 養種不好 他就三種棍 我們最高的時候 我們行李 問到五種 到底會怎麼樣 我們就不知道 所以 一般來講 只要這個國家 農藥賣的很 價格很低的這個國家 我想 我們可以做一個指標 這個國家的農藥 這個 產品的農藥 產物量 我覺得很高 你只要 間接著 這個國家的農藥 價格 應該可以做一個 正確性的 謝謝 陳老師 不喜歡各位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想不擔任大家 這個中場休息的時間 所以我們 就有不提的話 還有綜合產物的時間 大家再來講 我們這一節會關於 原意作物的報告 謝謝